美国老是盯着中国队 有没有吃药 要不要该查 查几次等等 可是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 他们所发出的一份声明 那最主要的是 因为一个美国的田径选手 今年3月在塞外检查 被查出来是 类固醇群伯龙阳性 但是美国呢 USADA他们却说 这个选手 是因为吃到了受到污染的肉 就不对他竞赛 而且还让他 代表美国参加巴黎奥运了 因此在这个新 这个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声明当中 就直接的说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 在面对中国的游泳选手 是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 极力的为美国自己的运动员开脱 但是另外一方面 却默示了 WADA多次解释 与瑞士独立检察官的报告 指责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跟WADA一块掩盖真相 要求对中国运动员实施制裁 那么怎么不好好想想自己 美国你这 这个岂不就是双重标准吗 蔡委员 什么叫群伯龙 它就是雄性激素类固存 那吃了有什么特点 会在你短时间有一个很强的爆发力 然后肥肉会减少 有点瘦肉精的效果 那变成很多像肌肉男一样的情形 男女都会有这种倾向 所以肌肉的那种短时间的 迸发力会很强 所以运动员会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被列为禁药 可是不要讲雄性激素的种类 多得不得了 类固存的种类也多得不得了 那美国的政策是说 哪些药物 类在里面的才是检查对象 那如果这个之外的 它不再检查对象 这本身就是一种双标 再来的 就是它那个禁药就很多种 但是只要美国吃的 不是在那个禁药名单当中的 那个都不算 也是有兴奋剂的效果 那对于这些种类 这个美国的职业运动员 是不受这个规定的 不受这个规定 那美国竟然调查过很多运动员 都有服用各式各样的 某一种兴奋剂 统称兴奋剂 可是不是所有的兴奋剂 都在奥运的检查范围 那兴奋剂不管哪一种 它会有一种血管扩张的效果 那有人就怀疑啊 为什么美国运动员 油耳牛脸都是紫色的 这是很标准的 血管扩张的效果 当然它护重会对心脏有影响 但是为了得金牌 对心脏有影响 又有什么关系呢 会有这种怀疑就出来了 所以对于美国人的态度 他当然会要求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 仔细去检查中国的游泳运动 这个中国会对他挑战的 其他人对他挑战检查干嘛 一天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搞得他睡不好觉 看能不能影响他成绩 的确有部分安逸可能是成功的 那你美国呢 你有没有服用这个所谓的标准 比较普遍的新闻剂 以外的新闻剂呢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也只是说 算是你美国在这方面的药物科学 比较进步吧 你到底吃什么 那以前咱们中国的运动员 有时候会吃一些中药补剂啊 那里面有些比较类似 接近兴奋剂啊 稍微有一点的微量 就说那你有问题 但是美国运动员啊 像Nighton 他这一次吃了很多的肉品 他说那肉品本来就有啊 哪一个肉品没有兴奋剂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肉品里面 都有这种类似于 这种类估存的东西 要使得肉品生的瘦肉比较多 肥肉比较少 有瘦肉精的效果 那这些东西都有兴奋剂的现象 那请问你 这是跟我们说的 那个莱克多巴胎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这种类别很多 就像很多那种 健美选手有没有 会吃一些有的没有的 因为健美选手不是这种比赛 所以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有啦还是有 但是比较少 但是你为什么美国 两种标准 三种标准 不然只是用标准 要卡中国的选手 那刚好这一次 中国的态度是说 我问心无愧啊 办理不怕鬼敲门啊 美国就派了一堆鬼来敲你们 我跟你讲 他就利用你的弱点 所以从今而今而后 中国的领队教练 就不要太过客气跟声势 要求公平待遇 我捡几次 美国对他捡几次 澳洲对他捡几次 有可能得牌了大家公平 那这样子你就没话讲了吧 所以这一次是真的是 中国是吃了一点亏啦 不过还好 吃点亏啦 还能够在游泳池争胜 即使说潘展乐 被检查这么多次 他还是能够破释这些纪录 那以后你美国就没话讲了吧 其实刚刚我们在聊到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有吃什么 紫色大补丸吗 来 不然的话为什么脸就变这个样子呢 这个其实是同一个选手 一位 两位 三位 分别有不同的选手 在去年的时候比赛的时候 脸色看起来比较正常 可是在今年的时候 脸色会变得比较红紫 那么另外这一位也是 在去年的这个比赛看起来呢 你看到还蛮正常的 可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时候 被拍到的颜色是紫紫的 而且就算是黄种人 同样也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看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比赛 完了之后脸色也变得比较紫 但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呢 看起来是相当正常 这些都是游玩泳的镜头 拿来一做对照之后 就发现这个反差确实是蛮大的 那当然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 有人就说 怎么各个你美国队员都成了紫薯金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不是有可能 是用了兴奋剂 这个兴奋剂并不是在进药的名单 一长串的名单当中 然后就都不算了呢 那么美国的游泳队这边有回应啊 说是因为他们的训练强度大 身体疲劳导致的结果 好 那国际奥委会其实呢 也有这个记者会嘛 常常都会被记者提问 然后呢就有回应到说 他们会密切关注紫脸事件 但是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就是密切关注就是了 可是今天其实刚刚我们在谈 中国这边呢发了这个声明非常的清楚了 就直接在质疑美国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 其实你知道那个声明里面 其实也谈到了很多疑点 疑点太多了 疑点太多了 三月份被检测出来 检测出来了以后 两个月后他们才去调查 看他吃的那个店 然后他说我是因为去吃的一家餐厅 那两个月后跑去那家餐厅 那家餐厅说我们对不起 我们不再进原来的那一批肉 我们换了另外一家的供应商 怎么那么巧 怎么刚好两个月以后 你换了供应商 供应商的肉就检查说 哎呦有肋固醇 所以证实了这个运动员 就是吃了这一家的肉 所以造成了他被检测出阳性 观众朋友你信吗 那为什么不当初检测出来了以后 立刻去那一家餐厅 然后立刻就进行检测 比如说为什么脱那么久 为什么等了两个月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为什么那家餐厅 要换不同批式的肉 然后刚好换掉的那批式的肉 刚好有瘦肉精 那这个难道不巧合吗 很诡异啊 我们常常说 全世界没有巧合的事 都是故意安排的事 然后就这样子 就给他蒙混过关了 好 蒙混过关也就算了 既然他本身美国已经被证明 他们有使用肋固醇 那就应该要每一个小时都要检测 中国大陆的运动员 被检测600多次 美国的运动员难道不应该 被检测600多次吗 美国就不用了 美国就不用了 那这是什么道理 我个人是觉得美国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奥林匹克委员会这样的做法 法国主办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会引起全世界大家的高度的关注 跟觉得你们就是两套标准 两套标准一旦被证实了以后 他们就没有公信力了 我强烈的证 我强烈的呼吁 刚刚郑英雄谈到了 就是四年后在美国办了 那怎么办 那所以四年后我强烈的建议 中国队必须要拉出全系统的仪器设备 都直接运到美国去 而且要帮助其他的国家 有可能击败美国队的其他的小国弱国 去帮他们做环境的检测 避免美国下药这第一个 第二个中国队所有的床单被入 连洗澡水 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过洗澡水 那我觉得连洗澡水也都要自己带 因为不能够用 他如果给你洗澡水下药 你在那边洗一洗的时候有吃到了 然后你身上被检测出来 那你挑的黄河都洗不清 连睡觉的床单也不能用美国人的 因为皮肤渗透吸收那还得了 所以吃的水果蔬菜肉米食 所有的东西中国自己要运过去 然后所有的洗澡水自己要运过去 所有的检测仪器自己要运过去 而且我们运动员要再三告诫 不能够私底下跟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的好朋友在内 自己出力聚餐 要严格的遵守纪律 任何人给你的东西都不能吃 好来亮哥 大家都在讨论那个脸 为什么都发指了呢 美国我事上这个议题 美国自己也有在讨论 你去那个Reddit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因为美国队 你跟自己以前比 上次东京奥运就没有这个现象 那你也可以去跟欧洲队比 去跟澳大利亚比 其他的白人也没有这个现象 就只有你有 那美国队到目前为止游泳 拿到八面金牌 十三枚银牌七面铜牌 他是最大的赢家 事实上美国的主要的奥运的金牌银牌 就是游泳 所以当然人家会怀疑 那我是听到一种解释 这个有人说是吃 有人是说他想要减少换气 减少换气 那减少换气到最后他会 整个血液都冲到头部 减少换气最游泳觉得不好 因为我很喜欢游泳 是啊 他是在做自己做解释 这样子 是美国人因为 我就看那个Reddit 美国人在那边讨论 那他们实在找不出原因 那他就说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 他要减少换气的次数 我减少换气脸会变红 就是会冲上来 对 对 脸会变红不会变 红 更严重就是脂 脂是心脏有问题 是啊 就是心脏出了问题 所以就 他就认为那个减少换气 那氧气不够你的肌肉 怎么能够产生燃烧爆发力呢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美国人这是很瘦 所以亮哥就是这样 然后说其实现在美国自己 都很坏气的不起 对不对 就是IDA那个药检 是列入的才检查得到 对 那美国的医药坦白讲是蛮进步的 它会不会做出一些有这个作用 对 可是你咽不出来 咽不出来的 这个就有可能 我觉得最有可能 对 这个也是制药进步的可能啊 来 可是呢来 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 就是在这次的这个奥运赛事 确实是让美国倍感压力 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可以跑的那么快 游的那么快 冲的那么快 让他们的这个夺牌数可能因此都会受到了影响 但是另外一方面 来蔡委员我们换个话题 我们换个角度 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呢 它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 确实也已经是让美国是刮目相看 可是现在美国的媒体 比方说像华尔街日报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在说 是你去看看中国的光伏电站 侵占了农田 危急耕地保护红线 那其实事实上在今年大陆太阳能和风率发电 都是首次超过了煤炭了 而且未来可能成长性更大 那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要用负面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发展 那我就问 那中国的这个太阳能板到处都有 当然有的呢 其实可能是在干旱的沙漠地带 但是呢确实确实 这个蔡委员应该也知道 确实确实有在这个农耕地 也有看到他们是有部件 这个太阳能板 我们常常讲太阳能板 可是我们就很好奇的是说 那你怎么不去讲说 人家上面铺的太阳能板 那下面也有养鱼的呢 有种什么 种到的呢 那这些你怎么都不提呢 那可是这个时候 美国华尔街日报 却拿来质疑中国的发展 蔡委员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数字 是新增的发电容量 太阳能风力的新增容量 是大过于煤的新增容量 但总体来讲啊 中国大陆的能源的来源 大概是这样一半 简单讲就是一半是煤炭 25%是所谓的核能 太阳能 风能等等25% 另外还有25%水力发电 因为中国大陆水力发电 也是一个强项 那长江三峡是最有名的案例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大陆当然会有点紧张 就是太阳能发电就是要用地面积 那以前是光靠新疆西北 那种空旷的地方去做 可是好像有一些省 好像是比较有农田的省 开始在做这个事情 会引起他们中央高度的关切 因为这位行程叫做什么 叫做电米香科 就是你到底种稻米呢 还是种 就以前早期台湾的米糖香科 现在是米电香科 米电香科会影响到 大陆的粮食的安全 大陆的粮食制止率 在全世界已经够高了 大概有81% 他们希望提升到87% 可是因为战略对手不同 美国是高达110% 俄罗斯是高达120% 那就一个大国来讲 粮食的短缺 就是一个战略上的短板 虽然现在跟俄罗斯关系很好 粮食可以从巴西 可以从俄罗斯进口 不一定要从美国进口 那粮食当然是中国短板 那如果是在太阳能占了很多的农田 万一海外也欠缩的话 那中国的粮食就会成为一个 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第二个就是能源本身 你现在这个毕竟还有很多是靠石油进口的 天然气进口的 你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使用量 可以从中东来自己游 但大部分可能还是要从外面进来的 这两个问题 也要想办法解决 当然现在有的俄罗斯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在未来 能源自足 粮食自足 可是这个都互相矛盾 这个真的要中国的科学家 跟中国的领导观念 去花很多脑筋解决这个问题 好 不过你瞧瞧看 这个刚刚我看到我们线上 这个网友就说 这个外媒的记者 要不要来台湾来看一看 台湾有多少的地方都是 农田变成是太阳能板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能源自食率非常低 根本不到5% 然后这个粮食自食率很低 只有31% 是 对 好来 亮哥 不过他有限制那个 优良的农田不能做太阳的 是 是 是 还是有条件的 他有条件 好来 亮哥我们讲到这个 菲律宾现在要不要关注一下 自己的这个问题 粮食的问题 今年7月通胀率4.4% 跟6月比又上升了 他是全球排名第10大 大米消费国 但是价格却是逐渐在攀升 老百姓是苦哈哈 那可是来看看 那现在呢 讲到粮食呢 美国驻日大使现在在说 单靠科技封锁 难以遏制中国的野心了 说要有效的威胁中国的话 要切断它的能源 跟粮食的供应 这才是关键 问题是能够切得了吗 这个很多国家粮食出口 都自己做限制啊 这个一曼扭什么都不懂 不要理他啦 他就是一个政客嘛 他就是鬼讲鬼讲 粮食供应你怎么管制啊 你美国又中国又没有买美国的 那个我说那个煮粮啦 是 中国买的是大豆嘛玉米嘛 那中国人又不是在吃玉米 这跟那个中南美洲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主要讲粮食是指 小麦嘛玉米嘛 小麦跟稻米嘛 这些东西啦 那中国大陆进口的国家很多啦 可能是往那个俄罗斯啦 乌克兰那一带啊 事实上不是美国啦 我们从美国进来的都是经济作物为主啦 那那个 当然现在最多的就是玉米嘛 那大豆已经减买很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一曼扭能够影响谁啦 因为泰国 它的稻米也在限制出口啊 印度也在限制出口啊 因为现在很多都因为气候变化欠收啦 产量都不如过去了 好 来 赖老师 我觉得 伊曼扭他本身就是一个反华啦 所以他认为用尽各种办法 贸易战也打了 科技战也打了 外交军事战也打了 军事战打不起来 那现在要怎么能够遏制中国发展呢 让中国死掉呢 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吃不饱 所以他的论点是说 中国大陆的粮食 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他要从国外进口 那因此呢 只要把中国的这个粮食封住了 封锁 不让这个粮食进入中国的境内 也就是采用封锁的方式 那一旦封住了 那大陆的粮食进不来了 那他的人民吃不饱就会内乱 内乱那中国就瓦解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那比方说从巴西进口 他就说把海上都封锁 所以他的主张是说 只要从海陆上 海上封锁 这些国外的粮食进入中国 中国的人民吃不饱 他就会造成动乱 他会抢粮 就会造成秩序大乱 然后他的第二个论点是说 中国的能源不够用 那中国的能源不够用 虽然中国是能源生产大国 但是因为要进口 所以也要把它切断 例如说从红海阿拉伯海把它切断 让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能源 进不了中国 中国的能不够 能源不够的话 那他的这个电力的发展都不够 然后他的工业基础就会瓦解 然后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崩解 所以他就很得意的就告诉媒体了 他是跟告诉一个智库 他就跟这个智库说 我们要把中国打趴打死很简单 我们只要让他们饿肚子 让他们没有汽油可以用 他们这个国家就会瓦解 所以我们要在海上封锁他 让他永远就直接瓦解 我觉得他的素质很低 就是这样的 你想想一件事情 美军要封锁中国的进口容易呢 还是中国封锁日本的进口容易 你不想一想看 哎呀 先饿死的可能是驻日美军 那个中国小麦进口最大的是澳大利亚 是啊 不因为中国很多进口州是养猪用 因为我们是吃猪肉的 大豆或者是运营都用 养猪用的饲料用嘛 而且一般你要不要面对美国的农民啊 对 那拜登农民票不要了是不是 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 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将军事实际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